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像我这样装在袋子里轻轻采取包裹的泥 那么就不会弄脏 双手还可以把所有泥装在袋子里 用水洗一洗剩余的泥就可以了 蒸熟咸淡 蒸熟后取出 挖出咸蛋黄和咸蛋白 打碎咸蛋白 红萝卜去皮切小粒 加一茶匙酱油 一茶匙蚝油 一茶匙绍兴酒 一茶匙姜粉 一茶匙糖 一茶匙玉米粉腌制肉泥 搅拌均匀 然后加入红萝卜丁 然后加入红萝卜 用汤匙鸭平肉泥 倒入咸蛋黄 倒入咸蛋黄 然后加入红萝卜 像这样就可以了 开始蒸肉饼了 咸蛋肉饼 可以开吃了 小时候外婆做 小时候外婆做的咸蛋肉饼 也有放冬菜 味道也很棒哦 经过研究发现 咸鸭蛋中所含有的各种营养 都具有很好的滋衣 清肺、风机、择敷等功效 因此非常适合在夏季食用 鸭蛋中 鸭蛋中各种矿物质的总量超过鸡蛋很多 特别是身体中迫切需要的铁和钙 在咸鸭蛋中更是丰富 对骨骼发育友善 并能预防贫血 孕妇 皮痒不足 韩式下粒者不宜食用 高血压 糖尿病患者 心血管病 肝肾疾病患者应少食 鸭蛋的胆固醇含量也较高 有心血管病 肝肾疾病的人应少食 咸鸭蛋含盐量高 高血压 糖尿病患者不宜多食 我的频道有三千多个食谱 一定有您喜欢的食谱哦 不懂要煮什么 就翻一翻看看找灵感吧 我每日都会上传双语视频食谱 分享给大家 中午是中文视频 晚上八点半为英语版本 欢迎大家关注收藏食谱 记得要关注我的频道 那么就不怕找不到我了 我每天都会分享美味食谱 不要错过了 谢谢观看我们下一个视频 不见不散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